就是有没有哪个女人因为你 自杀了 跳楼了 吃药了什么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我女儿死了 血 就是因为你那几个臭钱 李爱桃就抛起来 已经怀了他孩子的血跟你跑了 人家一辈子都活在血的阴影之下 他不要你了 李爱桃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我是个罪人 我该死 我才是个罪人 开始 第二 2020年 遇到 这就是有没有哪个女人因为我 自杀了 跳楼了 吃药了什么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我女儿死了 但是她的灵魂回来 就寄住在龙小月的身体 血 就是因为你那几个臭钱 她就抛起来已经怀了她孩子的血跟你跑了 我让她时时刻刻寄住血的存在 人家一辈子都活在血的阴影之下 我爱血 住嘴 她说她不要这个孩子 她不要你 我爱死后有最好的朋友 我是个罪人 我该死 她说她爱血她不爱你 她只爱你的钱 我爱她 我爱她 宝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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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人她没事吧 什么女人 当时在马路中间那个女人呢 她长长的头发 穿件白色的衣服 还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嫂子 你 你不是撞糊涂了吧 当时就咱们三个人哪儿来的长头个女人呢 不可能 不可能 亲眼看到她就站在那儿的 好 你当时突然抓我的方向盘 就是为了避开那个女人 这就奇怪了 这就奇怪了 怎么 怎么了 怎么 怎么了 李宗盛 我还有一双眼睛 什么眼睛 眼 眼 眼睛 别怕 我去看你啊 没有人啊 这里好漂亮啊 快来吧 老大 那个 你看 嫂子之前一直叫你老公 对不对 就从昨天晚上 就在诊所就开始叫你 掏了 她是我老婆 怎么叫我都行 那是 那是 不过老大你说 嫂子一口咬定说 看见一个长头发红高跟鞋的女人 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幻觉 混蛋 你来 别别 老大 你是骂我还是骂包啊 我骂我自信了吧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你还不想让你 是吗 我觉得 骂子 你自己会 先把这个差异的行业 你自己不必要 晓曼 你自己不想让我 你不会 你不能承 hast 好 涛 你在吗 涛 在 这么晚了 你在干嘛 我冲击点照片了 对了 那么晚 妈 你怎么起来了 突然睡醒了 发现你不在身边 我好害怕 你是担心什么 还是想起了什么 我就是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真的很害怕 我自己会不会 做错什么 或者是说错什么 做回你自己 可万一 我要是真的做错了呢 傻瓜 天大的事 有我替你顶着呢 好 这照片拍得真好 别忘了 你老公可是金牌摄影哦 那我们的盒照你写好了吗 好了 你等着啊 让我看看 怎么了 没弄好 一件事你帮我拍丑吧 来 让我看看 真的 真的没有写 就让我看看 真的 真的没有 真是阴魂不散啊 每张照片都有 老大 这女的你认不认识啊 问你 娇卷一直没有离开过你吗 没有啊 在说那天照相的时候 就咱们仨人 老大 你不是做什么亏心事的吗 什么意思 就是有没有哪个女人 因为你自杀了 跳楼了 吃药了什么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你看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呢 你去哪儿 我去上厕所了 老大 你可别先走啊 等着我啊 老大 你发没发现最近你很邪门啊 嫂子撞车那天 不也坚持说她看到一个红色高跟鞋 长发的女的吗 你不会是照到鬼了吧 不过这女 你说够了没有 我听说穿红色高跟鞋的女鬼都特别猛 不会真有这么猛吧 不会真有这么猛吧 喂宝贝 干得很漂亮 那双红色高跟鞋很适合你啊 孙明啊 是你回来了吗 我不管你是谁 千万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这些年 我过得好辛苦 好辛苦啊 谢谢 小月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 那照片上穿高跟鞋的女人怎么解释 我们拍照的时候 她根本就不在的 你冷静点 难道我们真的撞死了她 她回来报复 你想一想 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我真的不认识 我真的不认识 我想不起来 我怎么就想不起来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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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好像在那儿见过她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毒照没有她 偏偏我和涛的合照就有 难道这个女人 和涛有什么关系 你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我怎样 我开一点 振进安行的药兵 我开一点 振进安行的药兵 啊 啊 啊 我们为什么躲在这儿 为什么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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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谢谢你 这人 我只爱你一个个个 如果会背叛 我将见得到 永洁童心 为什么都没有 难道他不是想和我 永洁童心一生一世吗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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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生命 你毁了我 也不能毁了他 雪 永洁 不行 不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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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小月 你怎么了 雪 雪 雪 你爱的那个女人 叫雪 对吧 这条项链 你是怎么找到的 明明之中就找到了 不是我找它 是它找我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变得好像不是我自己 我知道 我知道这件项链 你不是送给我的 可是我就想戴着它 我戴着它 它好像就住进了我的身体里 你叫许链的女人 它好像就住进了我的身体里 你还比 我带你上医院 我带你看病去 我不要 我不要去医院 我不要去医院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这难道不是你的家吗 接连出现的幻觉 小月 她脑海里平凡涌现的一些记忆碎片 让小月的情绪一度失控 然而就在此时 小月接连收到一些匿名发来的短信 像是在指引她探究真相 她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信息里所显示的地方 你去哪里了 我收到了一张照片 上面有一栋老房子 我感觉我在那住过 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 你回来 我陪你一起去找 我等不及了 一张张的给我发 什么意思 难道是想吓唬我 或龙小月 不管你是人是鬼 我都不怕 我都不怕 不怕 我很多人是你 我都不怕 我都不怕 不怕 我感想吓唬你 他们都不怕 而来 不怕 我都不怕 我就觉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谁 慢慢吃 别噎着 妈 你妈如果在世的话 听到会不开心的 你还是叫我六婆吧 你不喜欢我吗 你慢慢吃吧 我去霍远看看花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你要抱他吗 你别过来 我怕 可是外婆说你可喜欢猫了 我还见过你和猫的照片呢 你看 你能不能把他爆开啊 小雪 你真是没用 你弄的怕 你有你 你有你 龙小月 你这个坏蛋 六婆 西铭 你来了 好 我来看你了 干嘛呢这是 给花施肥呢 花死了 花没死 它能活啊 好了好了啊 我再给你买一新的 别动 这是雪种的 雪说过 花开的时候 它就会回来的 好了好了好了 我帮你 我帮你 都是我不好的 如果那时候 我不拦住他和那个男的 雪就不会中了 你不拦着 那男的也不会娶他 但我相信 他是真心爱雪的 我看他更爱龙小月的钱吧 不然 不然会跟着龙小月 跑前跑后 做他的跟班 这种连自己都能出卖的男人 谈什么只能爱 六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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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啦 哼 走 小蜜蜂呀 笨蛋花成熟呀 走 会飞呀 会飞呀 怎么还不玩啊 我不玩了 要写作业了 别玩了 不要 我要写作业 不行 要写作业了 不好意思 我的球 小蜜蜂 你谁呀你 找没长眼睛呀你 你不是隔壁班那个笨蛋吗 找我打 起来 我小蜜蜂下来打球了 好 下回再收拾你 小蜜蜂 小蜜蜂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 小蜜蜂 你以为我听不见吗 小蜜蜂 小蜜蜂 我们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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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 喝糖水 喝糖水 别闹啦 谢谢妈 辛苦了 吃碗糖水吧 好 好 谢谢你 好了 你们继续复习吧 真好喝 夸张啊 从小没喝过糖水似的 我是孤儿 谢谢 那你喝我这碗 你拿着 我不要 你拿着 等你考上大学以后 会用得着 那以后还你 头 我一定会考上 和你一样的大学 你等我 我等你 你 你 就是为了她 你才不跟我上一所大学的 小雪 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 你怎么能为了这种人 就把我抛弃了呢 我没有小月 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 那你改志愿 你必须得跟我上一所大学 不行不行 你不要闹了小月 雪快跑 混蛋 找什么呢 我想找 以前的那个我 找着了吗 一点点吧 比如说 你就是阿雪家隔壁那个 小笨蛋 小的时候 我们还打过架的 我更正一下 是你打我 不过没想到 我变化这么大 还改了名 你居然能认出我来 你明明就认识我跟她 可是你偏偏装装 不认识的样子 还来摄影师工作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想报复我 就因为我抢了雪的男朋友 你明明知道还问干嘛 可是 可是细节我都记不住了 你知道雪跟涛 是怎么分手的吗 你想知道是吧 好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那几个臭琴 李爱涛那个穷小子 为了飞黄腾达 为了出国 就抛弃了 已经怀了他孩子的雪 跟你跑了 你现在还在这装乌固装 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你喜欢雪 我小的时候 别人欺负我笨 欺负我蠢 是雪帮我出头 当时我就答应过他 我说我长大了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现在 现在 做不到了 他只是失踪了 或许 他还会出现的 要不是李爱涛抛弃了的 雪就不会失踪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们照片上 雪的影子就是我弄上去的 好好好 别动了啊 一二三 我要报复的是李爱涛 他不是你 我让他时时刻刻记住雪的存在 我让他一辈子都活在雪的阴影之下 你 你这是要折磨他 像他这样的人 不配得到幸福 哇 你不要走 不要走 我求你了 你不要走 涛 你为什么不让我跟她联络 你为什么要送她出国留学 我就是让你知道 她是一个可以为了钱 除外一切的男人 她根本就不是让你爱她 她不要你了 雪 情况怎么样 现在毕业还在关小组 好 马上进行手术 是雪吗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啊 雪 你叫我什么 雪 雨 那你是谁啊 你连我都不记得了 我是和你一起找她的 吴小月 听我说啊 你听我说 你爱的那个男人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他是个自知虚荣的人 你先出卖女子 不要走上这套绝路 你一定要离开她 我说你 我不要离开她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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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雪 开门 雪 你开门别走 给我 把你手机给我 疼 给我 你把手机给我 不是 my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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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小月 小玉 小玉 我要是不行了 你就以我的事放火下去 我不想你错了 小玉 小玉 你冲住小玉 小玉 我去寒人 我去寒人 我去 小玉 我希望你好 你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我们是一辈子的 好亲密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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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我整成她的样子 就是有没有哪个女人因为你 自杀了 跳楼了 吃药了什么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我女儿死了 但是她的灵魂回来了 就寄住着龙小月的身体 血 就是因为你那几个臭琴 她就抛起来已经怀了她孩子的血跟你跑了 人家一辈子都活在血的阴影之下 我爱血 住嘴 我说她不要这孩子 她不要你啊 我爱死我最好的朋友 我是个罪人 我该死 她说她爱血她不爱你 她只爱你的钱 我爱她 我爱她 小雪 情绪失控 失守至小月死亡的行为 是涉嫌了过失制人死亡罪 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 过失制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我应该带在父母前一日 有多少个月 我给你带出阶段 最好的不幸 可以带与他一个人满个月 室众 最后一天就去天边 是带长台 我可以带长台 还是廖线 我可以带长台 赶长台 我下台 sir 我曾经 老婆 你不要干啥事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好好好 我不过来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跳龙 我害死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是个罪人 我该死 不 该死的是我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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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只需要知道 我爱你 我爱你 谁 我也爱你 你叫我什么 我爱你雪 你怎么知道我是雪的 你先说过 人的外表会变 心却不会变 虽然你努力地专办成龙小月 可是还有很多细小的东西没有改变你 比如 你喜欢的颜色 喜欢看的电影 还有你喜欢吃的菜 你都记得 你还记得 我一直想念着你 我当然记得 可是你为什么不问我 我会以这副魔药出现呢 我不敢问 我怕一问 你真的会离开我 我爱死了我最好的朋友龙小月 我爱陈荣 变成她的样子 我家人有了她的生活 我是一个不够的万女人啊 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 无论以后再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绝对不能再失去你了 小雪终于找回了失去的记忆 想起了自己埋藏在记忆深处不愿面对的残酷真相 她最终向警方自首接受了法律的制裁 未经议会